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記得CLSS, comment, like, share和訂閱我們兩個 又是和你說慢聊的YouTube頻道 更加要追蹤我們的IG 因為我們的最新資訊和何時有影片出 除了你會收到YouTube的通知 記得按訂閱小鈴之外 如果在IG,我們會和大家有story 有post告訴大家 好,今天首先要說一件事 多謝各位巴友 昨晚12點多,11點開始 和我們一起見證我們的歐聯分組抽籤 真是想不到 竟然是半夜的時份 也有600多近700位巴友 一起去看看我們萬聯的抽籤情況 晚一點我就會拍到一條影片 跟大家說說究竟我們的歐聯分組的形勢 以及其他組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地方 另外,昨天下午也有一宗新的資訊 就是麥湯受傷做手術 晚一點也會拍到另一條影片 說說這件事 我也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但這一節大家都是非常之 昨晚我們一直看歐聯分組的抽籤 一直都在說這件事 就是施朗拿道是否去曼城 以及麥巴比是否去PSG 今早就看到很多的更新 所以我會和大家更新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以及消息來源 除了另外的帳戶 也是來自Fabricio Romano 昨晚一路抽籤的時候 就說黃馬 之前就說1600萬歐 加了馬 即是真的 因為PSG說你也是虛張聲勢 裝模作樣 結果他又加碼 1億7千萬歐 剛才沒有說錯 1億7千萬歐 再加1千的add-on 就簽麥巴比 但坦白說 PSG說到220我才會理你 我不知道黃馬 這個1億7 對不起 2億2 2 PSG才會製 但黃馬加到1億7 加到1千的add-on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打動到PSG 但黃馬也說了 這是一個最後的bit 即是最後的價錢 我覺得 但最重要的是 麥巴比 是真的想去黃馬 根據Romano的報道 這個就說 麥巴比 對他的比較親近的人 包括朋友 這樣說 他只是想去黃馬 他的夢想是黃馬的 這個 他的PSG隊友都知道 這個比較有趣 之後 這個PSG會長 Nasa al-Everassi 就跟BinFox說 我們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晰的是 球會的 不是 他說他自己非常清晰 我們非常清晰 球會也非常清晰 我們就不會再改 也不會重複 所以 究竟1.7億 加1千萬歐羅 的轉會費 能否吸引到PSG呢 如果根據PSG沒有改變 他們的看法的話 他說 麥巴比今年 都可能會是 這個PSG的球員 除非 他們有改變 他們說的話 就真的不知道 另外 PSG的會長 除了說麥巴比之外 也都說 簽施朗拿道 就根本 not even a discussion 就是從來都不在 這個討論範圍裡面 所以 PSG就說 他們從來都沒有 跟 施朗拿道的經理人 文迪斯 談過任何事情 在這個暑假裡面 就不會了 OK 所以 去到再遲一點的時間 三個小時 施朗拿道 正式弟子要求轉會 Romeno就說 已經證實了 施朗拿道 絕對是想離開祖雲達斯 他亦都希望球會 可以直接賣走他 祖雲達斯 在等著萬成的報價 在未來幾個小時 現在可能已經報價 不知道會不會 半夜時間 現在那邊已經 施朗拿道 希望離開祖雲達斯 他亦都在下一場球 就不會踢 大家記不記得 上一場球 他就做後備 官方的說法 就是施朗拿道 自己想做後備 而Alegris 其實是他 即是Alegris 自己的意思 究竟是誰 不知道 但現在 施朗拿道 下一場球 他們就不會踢 文迪斯 亦都直接跟萬成的報價 究竟他們的條款 行不行 還有 但祖雲達斯 基本上 怎樣都要 二千多三千萬的歐羅 他們才會 祭 另外 亦都提到 耶穌仔 Hazus 會留在 幻城 大致上 就是這樣 然後 看看 墨巴比 最新的進展 仍然 兩個球會 正在談 沒有新的進展 這個Youtube 我已經看了 基本上都是講 他剛才所說的 所以 即是現在的形勢 就是這樣 墨巴比 就是 王馬 就已經叫做 最後的答案 就是 千七 一億七 你們經常說千七 我小阻力 一億七 加一千 的Option 即是一些附加條件 總共如果整個 整個 就是一億八千萬的歐羅 看看墨巴比可不可以買到過來 那 根據 如果 這個叫做 PSG的高層 不再改變 他的看法的話 其實 就不會整 這件事 因為他們說了 是二億二千 才有辦法商量 因為他們還要 三千百萬 魔納 所以 這件事 就暫時這樣 亦都引伸到 PSG 再一次重新 就是說 斯朗拿道 不是我們的目標範圍 所以 斯朗拿道 真的說了 要離開 祖雲達斯的話 其實 他的唯一選擇 在現在這一刻 就是萬成 萬成 也都 之前說了 不想給轉會費 即是二千 三千萬歐 他們都不肯給 不肯給 那究竟斯朗拿道 有沒有得走呢 就真的 暫時未知了 但是 也都牽一肺 而動全身 因為 現在 除了這個 萬成 就說 Hazuz一定留隊之外 現在 傳聞就說 Bernardo Silva 以及Stirling 都準備賣走 但暫時 好像沒有什麼人落筆 也沒有什麼球隊有興趣 有趣的 即是今年很厲害的球員 都可能會有 即是沒有球隊有興趣的 但是 有一些 便宜的 有這麼多實力的球員 又有一個人 Moyce Keane 即是愛華頓 不用的前鋒 去年借了PSG的前鋒 又說 現在 祖雲達斯有討論他 所以 Moyce Keane 這個球員 都挺有趣的 在英超踢來踢去都踢不到 但是 去年PSG 也算是有OK的表現 現在 甚至乎祖雲達斯 又對他有興趣 所以 非常有趣的情況 到最後 當然 很多人都要講講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 斯朗拿道去萬成 看的樣子 就越來越 像樣子 可能真的會發生 我看到昨天有個朋友在留言 我也覺得很值得討論 就是什麼 為什麼萬聯不下必呢 既然 三千 二千多三千歐的轉匯費 再加上他的人工 當然 大家也看到 美斯的情況 就會知道 你用很多錢去賣回來 轉匯費加上他人工 加上其他的 其他的卡 其實也不少錢 但是問題是 大家要想想 他 令到 帶到我們的商業效益 又有多大呢 就是說 我們原本 我當 原本我們一年 就賣一億件波衫的 斯朗拿道回來 即是外回家 會不會有 令到我們一億 即是原本 即是我這個作出來的 數字 原本賣一億的波衫 去到一億三 或一億四 即是多三四成的波衫 這個我想考慮的因素 不過 這樣 我們跟PSG考慮的 有點不同 因為PSG本身 不是一個傳統的大球會 以及他們賣波衫的 究竟數字有多真 我想大家自己也要想想 就是說 他們可能 美斯令到他們 球會的知名度 是增加了很多 即是他們的邊際效率 即是Law of marginal returns 又說少少經濟學的東西 他們大我們很多 即是說 他們做這個交易是值得的 即是美斯的交易 相反 我們本身來說 那個球會的出名程度 或者諸如此類的那些 就已經是很厲害的 所以Law of marginal returns 這個經濟條例 就是編制回報抵減定律 大家在Google搜尋 這樣來說 我們就會比較小 所以編制回報我們會比較小 所以 可能這件事做的原因 即是誘因比較小 但是 無論怎樣也好 除了這些商業效益之外 斯朗納道的確 會比較尷尬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卡雲尼 有斯朗納道的 怎麼搞呢 其實 我們這麼多的比賽 總會有機會踢 他們兩個 其實是否可以一起出呢 對不起 卡雲尼已經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一起出 所以 就是說 說真的 我真的對於 簽斯朗回來 就五十五十的 再加上 我們又之前和萬成爭 爭到回來的效果 大家都明白 也有一個慘痛的記憶 所以 我真的沒有一個 很肯定的答案 告訴大家 究竟應不應該去爭 因為 那位萬民 說為什麼不爭 沒有理由不爭 他就從一個經濟角度去看 經濟角度 是真的值得爭 但是球會的和諧 球會的day to day 策略 這件事就很矛盾了 因為我們 現在來說很和諧 大家都很清楚大家是怎樣 再加上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大家記住 在葡萄華國家隊 班奴和施朗 就不是很合得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本身 施朗已經是我們的重心球員 如果真是 不好意思 班奴 說錯了 班奴就是我們的重心球員 如果加了施朗 而他們在國家隊 已經證明了 不是太過擔踢 昨晚 Matthew也說過 究竟施朗和 班奴的情況 在國家隊 所以呢 這個真是 很矛盾的一個看法 所以呢 這裏 我想大家都說了很多 大家的意見 不過 在這裡綜合說 再說一次 現在 麥巴比 看樣子會留在PSC 今年 因為PSC 我看那款是很硬 但施朗拿到這件事 你問我們 應不應該插腳下去呢 這個真是很矛盾 很矛盾 因為從不同的角度 就是我自己 都下不了這個決定 因為有好處 也有不好處 你說哪一方面 好處是否大過壞處 或者壞處是否大過好處呢 真是五五博 大家不如這樣 我問一個 比較特別的 一個比較獨特的 問法 不如大家 如果留言的話 可否列出 你自己覺得 如果我們去搶施朗 的好處 和壞處 不如我們看看 那麼多人 那麼多個巴友的腦袋 究竟大家想到的好處 和壞處 都拿出來的話 哪些東西更多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說一下 不過無論如何 我想重新一點 昨晚的直播都有說過 施朗拿到 去其他球會 或者他不回來曼聯 我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但他去曼城 始終我也有點緊緊於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很多朋友說 其實很多球員 都踢過兩間球會 尤其是Denis Law 或者舒米高 那些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是 我不會那麼緊緊於 說原因 第一就是 尤其是Denis Law 比較遠 以及他和萬城萬聯 兩個關係 比較曖昧 正所謂 舒米高 老實實 舒米高那年代 球員的人工 就不是好得那麼緊要 所以他們離開萬聯 雖然他又說退休 但結果他也是要賺錢 他為了賺錢 這個我覺得 我明白 我不是很同意 但我沒有那麼緊緊於懷 但說真的 斯洛娜的錢 說真的 他加上他的幾個子女 加上他的女朋友 多小都用不完 是不是真的 為了什麼要加上萬城 當然是為了榮譽 但是不是真的要加上萬城 而 雖然他未必喜歡萬聯 很多朋友都說 他對費Sir有感情 就不是對萬聯 但是你想想 如果他去萬城 你猜費Sir會怎麼想 我不要說萬聯 如果他去萬城 費Sir會怎麼想 這個就真的要問斯洛 總之希望大家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列出 你自己覺得 斯洛 如果 我們不去搶斯洛 或者我們想要收購斯洛 的好處和壞處 好 今次來到這裡 稍後我就會說 多一點歐聯的分組賽之後 我們的形勢 和物貪受傷的兩條片 拜拜